好了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王牌例题第二问 第二问第一小题 哇这个题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问题 有那么多久在相乘 这个题如果要来让你算最后的成绩是多少 这个应该会让人崩溃的一个问题 但是幸好他不是问我成绩是多少 他问的是成绩的各位数字 也就是他的尾数 那你觉得我如果只问你各位数字 你需不需要把成绩给他印算出来 那肯定不用 而且这个印算51个9相乘 那得算到天荒地老 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直接找到各位数字呢 好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当你碰到51个9啊 你觉得老师出题的时候 他会不会让你去印算 肯定不会吧 那么51个9很多 碰到这种很多的一样的数相乘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先从比较少的情况来试一试 比如说我先从一个9 两个9 三个9 先来试一试啊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规律 科学 好我们自己暂停一下屏幕 分别来试一试 一个9 两个9 三个9 和四个9相乘的时候啊 他的 几的 各位数字 分别是几 好的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制造题的解题过程啊 首先 一个9 那就很简单啊 他的各位就是9嘛 两个9呢 九九八十一 注意 我只要写各位啊 各位十一啊 三个9呢 九乘九乘九 注意啊 九乘九乘九 九九八十一 一乘九又变成九了 再然后呢 四个九 九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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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那么注意啊 九九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 一一一得一 各位也又十一 好 所以你会发现啊 好像一个九三个九 都是各位是九 两个九四个九相乘呢 各位都是一 那如果我再往后写呢 我说五个九呢 多少啊 那各位肯定又变回了九啊 好 所以这道题你有没有发现规律啊 就是 基数个九相乘的时候 各位是几 各位一定是九啊 然后呢 偶数个九相乘的时候 各位一定是 一嘛 那么接下来你只要观察一下 原来题目里说几个九啊 五十一个九 这个五十一是一个奇数 还是偶数啊 奇数 对吧 所以五十一个九 它的乘积的各位数字 一定就是九啊 好 那么第一问 我们通过观察一下 简单情况里面的规律啊 立马就可以找到答案 不需要去进行 那个非常恐怖的运算了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感觉比第一题要长一些啊 前面都是零点三 出现了比较头疼的小数乘法啊 然后呢 零点三的个数也比刚才九的个数要多啊 二百零四个 后面呢 哇 后面是二十五啊 这个数量更多了 一千零一个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来处理啊 注意啊 他要问的是 鸡的尾数 那么这道题最后的成绩的结果啊 它一定是一个小数啊 要求小数里的尾数啊 首先我们问一下大家 在做小数和小数乘法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去进行相乘的呀 第一步是什么 如果我说0.3乘0.5 第一步是很好 先把小数看成整数 先去算3乘5 这个结果是15 然后再去点那个小数点啊 两位小数 所以呢 0.15 好 那你看一下啊 小数结果里的尾数 实际上就是整数结果里的各尾数字 这俩肯定是一样的嘛 之后区别就在于小数点的位置嘛 好 所以这道题 请问 你需不需要考虑小数点啊 不需要了啊 你把它当成整数啊 当成204个三相乘 去找什么 各尾数字 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找一找啊 我说 三乘三乘三 总共有204个三 我们来找各尾 还是采取前面相同的方式 先来少写几个三 看一看有没有规律 首先如果是单独一个三 它的各尾是几啊 那就是三 两个三呢 三乘三 各尾是 九 三个三呢 等于27 各尾是七 好 到这你会发现啊 原来三相乘和前面的九相乘 不太一样啊 九相乘是九一 九一九一 哎 这样出现规律了啊 而三相乘写了三个 目前还没有规律 那么怎么办 我们试着再写几个啊 我说三乘三乘三乘三 这个等于九九八十一啊 各位是一 再然后呢 三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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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哎 这个地方可以简便计算啊 你看 四个三相乘的各位是一 再乘一个三 各位一定是三 哎 你有没有发现 三九七一 三 再往后呢 如果是六个三相乘 三乘三乘三 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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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在这个三的基础之上 再多乘一个三 变成九 是不是出现规律了 三九七一 三九七一啊 好吗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使用一下这个规律啊 也就是说呀 每增加一个三 它会往后走一个各位数字 每四个形成一个循环 好 现在我说总共有二百零四个三相乘 那么二百零四 我就需要去除以四 看一看余数了 二百零四除以四于几啊 很明显这是能够整除的啊 五十一 余零 余零的话是什么含义啊 余零的话呢 就说明 哎 我呢 各位数三九七一 三九七一 不断重复写 正好写到第五十一组 三九七一 正好写完两百零四个 也就是意味着 第五十一组最后一个 这个一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要找的各位数了 好 那么这道题的前半部分 我们给它处理完了 尾数就是一 那么后半部分呢 后半部分那么多五相乘 哎 你可以来找一找五相乘有什么规律啊 记一个口诀吧 五五二十五啊 好 一个各位是五的数乘以一个五 各位还是五 那么再乘五呢 各位还是五啊 所以呢 只要是各位是五的数进行连成 它的成绩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五啊 这里不管你每个数是几十五 也不管你总共有一千零一个 还是一万零一个啊 和个数没有关系 它的各位一定是五 好吧 那么第一部分的尾数是一 第二部分的尾数是五 最后相乘的尾数 以我得五啊 好 那么这道题到这儿 我们就给它做完了啊 所以呢 前面都是零点三 后面都是二十五 那么我们就分成两部分 来分别找规律 最后把它统一起来 这道题就能给它完成了 好的 各位同学 这里我们来简单总结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小数乘法 如果要你找尾数的话啊 你可以直接不看小数点 那么第二个呢 各位是五的数连成 注意 鸡的各位还是五啊 不管你是几十五连成 也不管你连成多少个 大家明白了吗 好的 各位同学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三个例题啊 第三个例题说 这是一个多位数啊 一百个四组成了一个多位数 请问 它除以六 当商是整数时啊 余数是几 前面呢 是乘法 这里变成了除法啊 那这个数依然是一个 肯定无法去硬算的一个算式啊 一百个四啊 如果真的要列数是除 那又要除到天荒地老啊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前面在乘法当中啊 很多个九 我们先考虑了一个九两个九三个九的情况 那这里啊 其实它的方法非常的类似啊 我们还是来找一找 除法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律啊 你可以大胆的去试一下 怎么试呢 先从一个四开始往后除啊 然后呢 除完之后 除两个四的情况 再去看三个四的情况 好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来列一个数式 我呢 备除数上先多写几个四 备用着 好 我把它去除以六 那么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呀 六七四十二 然后呢 比二 二超下一个四 四六二十四 写到这你会发现 如果是三个四啊 四百四十四啊 这样一个三位数 去除以六会怎么样 是不是正好能够除得尽啊 四百四十四就是六的倍数 六的七十四倍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我继续往后写 是不是这里要超四下来了 这里超四不够除 所以是零 再往后再超一个四 又变成了六七四十二 然后呢 余二 二十四 四六 二十四 对不对 这里可以继续往后写啊 好 于是到这儿啊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三个四十六的倍数 那么 它的余数呢 第一个四 除以六 余四 这是 一个四的情况 如果是两个四呢 除以六余几啊 六七四十二 余二 如果是三个四呢 哎 刚才写过了啊 余零 如果是四个四呢 注意 前面三个除完之后 剩下一个单独的四 那就是余四啊 再往后 如果是五个四呢 五个四里的前三个可以整除 还剩两个 四十四 那么还是余二 发现规律了吗 四二零 四二 如果是六个四呢 前三个四是六的倍数 后三个四还是六的倍数 一定整除 余零 所以余数就是四二零 四二零 哎 每一组都是 四二零往后出现 循环啊 好 那么最后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呢 我说如果是一百个四啊 那你就要来看一下啊 现在循环的是三个数 那么一百除以三 等于三十三 于一 好 什么含义呢 就是一百个四里面 我们去除以六 哎 它的结果是把四二零 我们写三十三遍 注意 还要再多写一次 多写一次的这个余数 就是 原题当中 我们要找的余数 那么注意啊 这个地方经常会有同学说 老师一百除以三 等于三十三余一 所以答案就是余一 对吗 不是啊 这个余一 指的是一百个四除以六的余数 要在我们循环部分当中 去找 第一个 如果余二 那么找第二个啊 如果没有余数呢 余零 那么就是最后一个 好吧 那么这个余一 就代表 最后的答案是余四啊 这个才是正确的 大家掌握了吗 就对吧 啊 更多余数